hello 欢迎学习爬虫歌手 那么上几个的话模式已经讲到了 如果将这个数据保存在那个myself数据当中 对不对 好 这几个的话我们再来把我们的这个爬虫把它给优化一下 怎么优化呢 那么我们这里话 我们优化的话肯定要去根据这个网站的那个特性来优化 那么我们这个减速这个网站它有什么样的特性呢 就是你在这一个网页来到这一个页面当中 它有些数据的话是直接通过这个UR架子进来的 那么有些数据的话 它其实是通过那个RJX的方式架子进来的 哪些数据的时候是通过那个RJX的方式架子进来的呢 比如说这个推荐阅读啊 它有些数据啊 它除了第一篇文章 其他数据就是通过这个RJX架子进来的啊 比如说我们用这个地方邮件来查看一下网页原案的嘛 我怎么知道这个数据是通过RJX架子进的呢 是不是很简单啊 我只要看一下这个东西 能不能在这个网页原案的当中找得到 如果能够找得到 说明这个数据是通过这个网页渲染的方式架子进来的 如果找不到 说明这个数据是通过后期阿贾克斯啊 然后架子进来 然后的话通过GS渲染进来的 对不对 好 这个地方我们再来到这方 恐龙GF搜索一下 那么这个文章的话是不是搜索到了啊 就是这个啊 推荐阅读读里面的这个职场 独立的思考的人才不会被打败 对不对 好 这个被搜索到了 那么接下来我再来搜索一下 第二瓶是这个广州车展之国厂品牌的角形 对不对 我们恐龙GF搜索问 然后再来到地方恐龙GF搜索一下 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搜索不到的 对 然后我再往下面去搜索一下 比如说我们要如何改善思维 才能实现真正的人生 真正意义上的自我突破 我们恐龙GF搜索问 再来到这方恐龙GF搜索一下 这样的话是不是也搜索不到吧 对不对 说的话 他的这个推荐阅读的话 只有第一篇的话 是那个通过渲染渲染的对吧 后面这些文章的话 都是通过Adjust的方式去加赚进去的啊 那么这样的话 其实就不利于我们的这个整站盘筹 对吧 我们整站盘筹的话 是尽量啊 你你尽量让尽量多的那个Ur 让这个盘筹去玩会比较好 对 那么这个Adjust方式加赚进去的啊 如果是通过Adjust金融的方式加赚进去的 那么我们之前讲过 是不是有几种方式啊 第一种方式 你去通过分析他的这个Ur 然后的话再去加赚进去 第二种方式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那个Cinema加 加那个ChromeGF的方式去做 对不对 好 那么Cinema加ChromeGF的方式的话 它是最简单的啊 最简单的 只要你这个网页当中能够展示到这个数据啊 这个Cinema它都可以获得到 对不对 都可以获得到啊 那么这里面的话啊 为什么我们要选择这个Cinema呢 原因就是在我们这个网页当中 其实它不止这一处是通过这个Adjust的方式加赚的 你比如说这个桩题啊 就是这篇文章 它被加入到的以下桩题 那么这个桩题的话 那这些东西它都是通过Adjust加载的好吧 比如说这个地方还可以有什么呢 啊展开更多啊 我们可以点一下展开更多 那么的话其实有这些对 那么如果啊 如果你是想要去分析它的这个啊啊 分析它的这个Adjust 分析它的这个要自己去写这个请求的话 那么就会比较当成 而如果你使用这个Cinema加ChromeJava的话 就会比较方便 对 我只要控制啊 这个东西找到这个按钮 然后的话 我在Cinema当中模拟这个点击行为 这样的话 是不是就可以找到所有的这个什么呢 找到所有的这个标签啊 对 你看有这么多啊 有这么多啊 我可以找到这个所有的这些啊 桩题 对 然后的话把它给输入起来 把它给输入起来 好吧 那么的话 我们使用这个Cinema加ChromeJava的方式 就会比较好 对吧 就会比较好啊 好 那么我们这几个的话啊 就是因为我们使用的是这个 Cinema加那个ChromeJava 所有的话啊 我们这个地方的话 就把一些之前 我们获取包 不到底那些数据 把它给获取到 第一个的话 就是我们在想要去获取 我们这篇文 这篇文章 它的这个什么呢 比如说阅读量啊 评论量 然后的话 总共有多少人喜欢 总共有多少人赞赏 赞赏 总共有多少次数 等等这些东西 所以获取这些数据啊 这些数据的话 我们刚刚也刚刚就讲过了 它其实是 也是通过Adjax的方式加随的啊 还有是下面这个什么呢 下面这个标签啊 这个标签的话 我们要把这篇文章 不是标签啊 是状题 我们要把这篇文章 下面对应的所有的状题 也全部都把它给获取到啊 全部都把它给获取到 好吧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再把我们的这个item 把它给往上下啊 item把它往上下啊 那么在往上item之前 我们首先的话 先来往上下 我们的这个数据库 对吧 数据库当中 我们以这些表当中的这些字段 我们也要往上下啊 好 来打开一下我们的这个啊 那就可以了 然后的话 这里番我们啊 我先把 这里番我来点一下设计表啊 设计表 然后的话 这里番我们来添加几个字段啊 第一个的话是月语量 Ad read card啊 好 read card的话 它的那个数据类型是硬的类型啊 硬的类型 然后的话 它的那个默认值是零啊 默认值是零啊 保存下 接下来我们再来添加一个字段啊 这个的话是那个 呃 喜欢量 l k 那个cout 好吧 好 这个的话也是硬的类型啊 硬的类型 好 然后的话也是选择这个硬的啊 这个的话我们也是默认值 让它等于零 保存下啊 好 那么第二个字段就添加进去的 接下来我们再来添加一个字段 就是这个呃 文章的数量 好吧 world 不是文章的数量好 是字数 好吧 world culture 好 那么这个我们再来添加一个 好吧 好 这里边我们再来保存一下啊 接下来第三个字段就添加进去的 那么上面这些字段的话 我就不再去添加了啊 上这次上面这些 比如说还有赞赏啊 还有个评论总会倒是个 这些东西我就不去写的 好吧 呃 我觉得如果你这些都会的 这些都会了 那么你再多添加一个字段 也都是小意思的事情对不对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添加下另外一个东西啊 另外一个东西的话 就是这个啊 专题 好吧 那么这个专题的话 我是让他在我们的数据库当中好 好是作为 每一项每一项通过这个逗号的方式进行分割 放到这个里面来啊 通过逗号的方式分割啊 好 然后的话再来到这里啊 呃 这地方我们再来添加一个字呢啊 是这个什么呢 就是那个专题专题的话叫做subjects sub sub 叫做whatshats啊 好 呃 whatshats255个字符啊 或者是给给给给长一点吧 因为有可能会比较多啊 有可能会比较多啊 呃 那么我这种的话给个那个test的一行啊 给个给个test的一行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数据这次字段就已经架好了 架好了以后 接下来我们再把我们的这个item把它给王上加啊 来打开一下我们的这个拍摄拍摄啊 这地方再来到我们的这个items这个地方啊 这样的话把几个东西再添加进去啊 第一个的话是这个什么呢 呃 reader code iad co用题等于这个scribe.build 对不对 还有是那个啊 那个那个code啊 好 接下来的话是那个world code world coed等于这个scribe.build 还有是那个subjects 好保存一下啊 保存万人又接下来再来到我们的这个 呃 地方啊 接下来到我们这个项目当中去写那个 加那个scribe 加follow 加s啊 加那个chrome chrome 呃 现在的话哈 我们要把这个啊 我们把那个signable加那个chrome 集成到我们这个的这个scribe 框架当中 那么我们该如何去集成呢 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把它给集成到哪里呢 集成到这个下载器中间键当中啊 下载器中间键当中 在下载器中间键当中 在下载器中间键当中的话 之前我们跟大家讲过对吧 就是啊 他有一个叫做什么呢 process process啊 这份我先把这个把它给商量吧 叫做 seami 那个download 那个middleware mi ddle wale 然后这个下面有一个方法叫做什么呢 process plc s request 对不对 这个地方是request 以及这个itm 啊 不是itm 是这个spider 好 那么这个方法的话直接我们跟他讲过哈 如果你这个方法里面返回的是一个response对象 那么这个啊 scribe框架 他就不会将这个请求发送给那个下载器去下载了 对不对 他就直接将你的这个response对象返回给那个爬虫啊 返回给返回给这个爬虫 让他去解析 对不对 那么其实我们就可以在这个里面来做这个工作 我们可以在这个下载下载其中间当中啊 在这个地方我们我们补货啊 补货这个scribe框架的这个 补货这个scribe框架他的这个爬虫啊 他的这个请求 什么的话 拿到这个请求以后 接下来我们去下载这个页面 我们不 我们不走这个scribe框架自己的这个页面 我们走这个什么呢 cdm加这个chrome driver的这种方式 那么这种方式的话是不是就相当于是可以了吧 对 就是你scribe框架你负责啊 啊u要的发送以及啊这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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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什么呢 具体该怎么去下载这个东西交给这个啊 cdm加这个chrome driver来完成 对 好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将这个cdm加这个chrome driver把它给积移到这个里面来了好吧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在这个啊下载其中间当中我们来创建一个这样的chrome对象啊 啊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来 这个一定的行数 构造行数啊 然后的话这个地方我们serve点这个driver的biv 啊 等于这个什么呢 我来导论一下from这个cdm import的这个web driver 然后的话这个地方是web driver的那个chrome啊 这个地方是要给一个路径 那么这个路径的话我来拷贝一下啊 呃这个路径的话其实没什么好说的对吧 就是 之前我们其实也讲过很多字啊 好 这样的话我们这个drive就有了 drive有了以后 接下来我们在这个里面的话就可以使用这个drive去请求这个页面了对 好 所有的话就是的话我们拿到啊就是cf点那个drive点那个什么的getcf啊request点ur 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可以啊去在我们这个里面去解货这个请求 然后的话通过这个drive就发送来对好 通过这个drive就发送的话啊 接下来的话我们再就获取什么呢 获取这个网页元代码啊sousc的这个什么呢serve点driver dii driver点那个呃点那个什么呢pages source啊 那么在pages source之前我首先先让这个呃东西啊睡睡个一秒钟左右 好吧 因为你这个网页一刚刚加载进去啊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scribe框架的话它走的又是一个ebo的 有可能你这个网页还没有加载成功啊说的话这个地方就直接下去了啊 那么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这边先让他等待一下啊 您放了一下这个time 然后的话这里边是那个呃time.sleep啊time.sleep这边等待一秒钟好吧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这个呃网页的嘛拿到下面啊 拿到下面的话我们再把这个原代码啊封装成一个什么呢 封装成一个啊response对象再返回给我们的这个爬虫好吧 好 那么这个response对象我们来导入一下啊 from下这个什么的scribe.stb点那个response.smail啊 import下我们的这个什么的html response啊好 然后的话这边再来第一个response对象等这个smail response 然后的话这个response里面需要传递什么样的参数呢 我们把官标放在这上面孔子夹币进去看一下 他是寄成的这个test的response对不对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test response 需要传递什么样的参数啊 孔子夹币进去看一下啊 他又是寄成字这个啊response 那么我们接下来再来进入到这个response里面啊 好接下来他就没有了对不对 好这边需要传递什么样的参数呢 第一个话是url啊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再来给定啊 url的话是等于这个什么呢 等于这个save.driver上面的啊 driver上面的current的url就当前的这个url 对不对 第二个的话是什么呢 呃是这个啊heads 我们不用给好heads不用给 下面这个是body啊body啊body body的话就直接让他等于这个sauce就可以了啊 只要的话还有是那个什么呢 还有是这个request啊 然后是request是等于这个request好吧 啊好那么有这个response对线用 接下来我们再来返回这个response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啊截获这个请求 然后的话让这个啊chrome driver去发送啊 然后再把这个响应的数据 再把它给返回回去 对对再把它给返回回去啊 好可能这样子往往下啊 好保存完之右啊 这个地方的话我们还要做一点事情 呃还要做一点事情哈 什么事情呢 在我们的这个网页当中啊 我们来刷新一下啊 这个网页当中 他这些主他这些专题这些东西的话 他是必须要啊 你如果想要获取所有的专题 你是不是要去点击这个东西才可以啊 对要去点击啊 那么我们这个工作的话也在这个里面来完成啊 也在这个里面来完成啊 好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啊 我们就是呃让他去让他去做啊 让他去做啊 这地方我们先让他睡一秒 然后的话呃接下来的话我们要去找到这个按 找到这个按钮对不对 然后右边来检查一下啊 好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 他的这个呃 class的话是等这个收莫 对不对 我们把它放到右边来啊 这的话大家可能跟着清楚一点啊 他的那个class是等于收莫 那么我这边就可以通过这个driver去获得这个按钮啊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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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w more啊等于什么呢 sev.jared div.get find element byclass 这个地方再给一个叫做收 干莫吧 干mye 对吧 干mye啊 知道的话这个里面啊 你在获取的时候啊 有可能有可能这个展开更多这个按钮他没有啊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啊 就要去给他做一个异常的出品啊 这个地方写个try写个try啊 然后的话这个地方写啊 如果发生异常那么我们什么事情都不做啊 什么事情都不做啊 就要为捕获他的这个异常好吧 如果你这个地方不去捕获他的这个异常的话 你再直接去获取这个东西他没有获取到的话 他可能就会他就会抛出一个异常啊 就会抛出一个异常啊 好那么我们这边的话就给一个try 如果啊 为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在捕获到这个异常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处理呢 因为捕获到这个异常的话说明他这个地方没有这个按钮 没有这个按钮的话说明他这个地方没有展开更多 没有展开更多了对不对 你比如说他只有一点点数据啊 他没有这么多数据了 那么你还让他展开是不是就没有了 这时候的话那个展开更多 那个按钮是不是就不存在了吧 对不对 好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呃 可以在这边去补过对 好补过完整以后 接下来我们就让他去点击一下 接下来我们就让他去点击一下 对不对 就收摸点click啊 点击完之又 接下来我们再点击完之又 我们再什么呢 再让他啊 点击完之又 因为现在我们这一个东西他有可能不止一次 不止一个对吧 我们有可能需要点击多次 有可能需要点击多次 那么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是什么呢 是不是要去便利这个东西啊 一直便利看他有没有 如果有的话我就点击 如果没有的话啊 那么说明已经达到最后一个了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一直在点 还有我们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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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还有在点 好没有了不点了 对对 那么我们可以在这边也是可以这样做啊 就是我给个什么呢 我要处啊 处啊 这边来到啊 或者是我这个人啊 什么呢 可以写啊 嗯 然后换衣服 什么的衣服帽子收 然后的话 对不对 好 然后点击好点击完之又啊 为了去 不要点击的太快哈 这个地方的话我就让他沉睡0.3秒啊 司令我比如说让他沉睡0.3个钟的时间 好吧 好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个啊 和这个chrome 这个代码最新写完了啊 好 写完了以后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再来到我们的这个什么呢 来到我们的这个呃 台风当中 然后在这个地方我们再去解析其他的数据啊 首先第一个的话是我们的这个什么呢 是我们的这个呃 阅读数哈 阅读数 这个地方来看啊 字数对吧 字数啊 呃 worl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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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unt 是等这个response 点X bus 对吧 下面的这个什么呢 通过这个 他就叫做world h1对吧 然后是那个 呃 四边标记吧 他是四边标记 四边标记啊 四边标记四边标记 然后的话 这个class是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东西 下面的这个文本对不对 好这个文点get 这样的话就可以过去到这个字数 然后的话还有是这个什么呢 还有是这个评论 common 评论的话我看一下我这个有没有哈 没有写评论是吧 有喜欢数 有阅读数 嗯 那就那就再加个评论吧 好 再加个评论啊 好保存一下 加完以后我们的这个item当中也要去加啊 ok啊 再回到这个爬中当中 然后的话这个里面 孔子加迪复制份哈 这个地方是那个评论数 评论数的话 他这个地方叫做什么呢 就是common是看的 然后的话放到这里面来啊 孔子加迪再复制份 然后的话是那个喜欢数对吧 来个是靠的啊 这个的话就叫做like 那个靠的 然后的话还有是这个 嗯 没有了吧 今新增了4个对吧 看到这里面 呃 1234啊1234这4个对吧 就没有啊 read card 阅读 好拿到这个理由 接下来我们再去获取所有的这个什么呢 获取所有的这个主题啊 获取所有的主题 那么这个主题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啊 他这是在哪里呢 他是在一个呃 include collection这个div下面 然后在每一个a标签下面 代表的是每一个那个呃 这个装题对不对 好那么我们手机的话 现在或许啊 这个div对不对 可能加c啊 然后的话这边 就是那个subjecds subjecds 等于这个response.xbus 对不对 然后这边是那个div 然后他的话 他的这个classclass是等于这个啊 等于这个东西下面的这个a标签下面的这个什么呢 呃 a标签 a标签对吧 a标签下面的这个呃 下面的这个div里面的这个文本对吧 下面的这个div下面的这个tst啊 好 这地方的话再get 啊好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拿到啊 这个里面所有的这些什么呢 所有的这些主题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他会返回一个呃列表给我啊 他会返回一个列表给我啊 他会返回一个列表给我 那么我们要把这个列表 把它给转换成一个什么呢 把它给转换成一个呃 自负创 因为在我们的这个呃 myswip数据户当中的话 他是不支持这种列表的 好吧 如果你直接重铸一个列表进行的话 他可能就会重铸的是一个什么呢 重铸就是一个呃 列表转换自负创 就是把一个列表转换成那个自负创 好吧 啊那就是他转换的话是这样转换的 比如说你现在有个列表是这个什么呢 呃这个 123对吧 123 他就会转换成一个这样的东西啊 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他就直接啊 这个123 对点这样的话是不太合适的啊 不太合适了 那好 那么我们就让他变成一个什么呢 变成一个自账 然后的话通过这个逗号的方式进行分割啊 好 通过逗号的方式啊 点join 好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这个设计也排出下来的啊 好那么接下来 我们这边就是supgcds等这个什么的subjects 好吧 保存一下 好 然后的话啊 还有上面这几个没有写进去啊 上面这几个 那是那个roadroadroadcode对吧 等这个worldcode 那是那个commentcode 是等这个commentcode 还是这个readcode 好保存一下啊 好 接下来再来运一下我们这个项目 那么在运行项目之前 我首先的话先将我的这个数据团长的这些数据先把它给商量了吧 这地方我来轻空下这个表啊 轻空下这个表啊 好 再来刷一下啊 好 没有数据的对不对 好 接下来我们来再来运一下啊 现在的话他就会打开一个呃 crom浏览器啊 然后再来刷一下啊 那会去请求啊 嗯 还没有打开吗 啊 现在我没有把那个pipeline啊 我没有把那个pipeline加到那个 加到那个settings里面啊 所以的话他就没有去执行了吧 没有加到那个settings里面 这里面我们来加一下啊 不是pipeline是那个下载器中间对吧 好 再走下啊 现在的话就打开个浏览器来对吧 好 这里面的话就一直在请求啊 这里面出现了一个问题哈 呃 不能转换这个unicode 那么我们这地方需要给他传递一个呃 编码啊 这里面的话需要给他传递一个编码 就是incoding啊 you have a 干吧 来编码啊 啊 这个我们就可以关掉了啊 看一下啊 好 现在的话他其实在这个地方的话就不断的在爬了 是吧 就不断的在爬了啊 然后我们来他这个数据可能还没有存入进去啊 这数据还没有存入进去 因为他走的是一个呃他走的是一个异步的哈 就是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会去走到直进 会去执行那个my circle的那个代码啊 就会去就会是 说的话这个数据可能还没有那么快存进去 好吧 可能要稍微等一下啊 等到他这个里面再打印这个文章的时候 说明已经把这个数据存入进去了啊 好那么现在的话就是让他在一直爬对吧 那么我们的这个呃这个爬中的话我是没有去写那个ip代理的啊 如果你在爬的时候啊发现什么呢发现呃这个减书啊有处理你的这个ip地址 那么我们之前的话在讲那个啊 cdm和那个cdm的时候是不是也跟大家讲过如何去配置那个ip代理啊 对 你知道如何去啊在这个cdm加入这个cdm当中去设置这个代理 那么啊 再结合我之前跟大家讲到的那个设置代理的那种方式 但是你在这里面去获取是不是就非常简单了吧 对对非常简单了啊 好现在这个数据啊 好一下子就来了这么多的对不对一下子就来了这么多的啊 好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呃分布是不不是分布是哈 是这个整站啊减书的整站爬抽啊 基本上就ok了哈 你只要把这个爬中放在这个地方让他一直走一直走啊 那么你这个数据部当中的这些数据的话就是会一直多一直多好吧 没什么问题啊 大家的话在也是科学面啊自己去体会一下吧自己体会一下啊 就是我们这地方 其实的话哈来我们这个爬中来讲的话 你看看可以分析一下这个架构对吧 其实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就是相当是把这个地方啊 我在这个中间当中我自己做的事情 我把它给我把这个道路的把它给替换掉了啊 我用自己的这个啊啊 这个地方我自己下载下载完之后我在这边再去返回对对 就现在是这部分阶段呢 其他这些东西的话还是使用的是这个scribe框架的是意思啊 嗯 好然后的话大家这个地方啊 据说 这个部分的话 chrome driver 这个东西cdm哈 好这块我们之前也讲过很多次了对吧 就是如果去找到这东西然后去点击啊 然后去点击啊 好那么这个项目的话其实就就比就比较有代表性了对吧 就是说呃相对的讲可能会比比比较完整一点啊 比较完整一点啊 好那么我们这的话就不去爬了啊 不去爬了啊 那么啊这个我们的那个啊 简术的这个整站爬虫啊 我们就讲到这里吧啊 感谢大家